其實現在在哪裏呢 先去一個電子零件店買這些 Networking Cable 本身因為在車房開 Live 也好 經過 Wifi Extender 其實都不是很強 很多時候會斷線 我想不如直接找一條 Cable 你要由外牆一邊轉孔走過去 去駁一條實線 然後在車房駁一個 Wilder 或甚麼 令它更強的 Signal 散發出來 進去問 會將它放在 Outdoor 電線 其實有分別 Outdoor 會對於 One Temperature 比較好 因為室外可能有時零三四十度 對於金屬的全度就會好些 但是沒有散賣 一來就一千呎 一千呎搞不定 那我決定就算了 其實我以前有用過很多情況 我都有用過 Indoor 強行走出去外面 其實也行 只不過問問 結果我就買了這條黑色的 所以RJ-405 刺繞 那是買了十六七元 有個分別 如果已經駁好 RJ-405 插數 插數已經駁好 插數是長方形的 如果要轉孔穿過牆的時候 其孔就要大些 如果還未駁好 你轉孔就要小一點 只穿電線 不需要穿長方頭的 RJ45 插手 如果要去到這麼大 可能要轉半吋直徑的洞 轉穿牆入屋 如果只是穿電線 可能四分一吋對得準一點 都會穿得過 但這個工程不是太難 我照拍我今日買了一條 cable 準備是溫外牆 只要天氣不是太冷 都可以去做這個項目 做了之後 希望能夠強調在車房 第二站 不過先買定 第二站就是去Lo FU 看看買點水果 沿途都開著機錄 其實大家都想看看外面的東西 旁邊的巴士是兩折 我很少乘坐巴士 如果人多在上來 多點位置坐 但又容易拋撈 上次我們那次的大風雪 很多時這隻巴士 始終是太輕的 大風雪那天沒有人上班 又輕飄飄 沒有東西擲住 無論是裝甚麼軌 都不行 除非是用雪鏈 但在城市裏面是不准用雪鏈的 會弄爛地下 雪鏈是另外一個安裝方法 亦有些在網上可以買到的 緊急急救你 跪在雪堆上 就是一些Strap 可以索帶膠 它可以索帶在這輪胎上 做一個短途 離開雪堆的作用 我一會兒 我現在在胸口 攪了一個鏡頭的架 在胸口上 好像一件背心穿著 我嘗試進去裡面 No-Fill買菜的時候 可否兩手扯扯 令到我的手空出來 可以買東西 但又很呆眼 我想有些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會見到 會覺得不准拍攝 試試吧 到時都要進去才算 其實今天的天氣真是回暖 我看溫度當然是8度 很多露面的雪都在溶 溶完之後 會剩下很多沙在草地上 因為當它灑鹽的時候 落雪後灑鹽 其實政府灑的不只是鹽 有時候很多裡面都含有沙的成分 特別是震 如果是不夠錢的震 因為預算很少 中間就會包含很多沙 沙便宜 但你灑鹽後 整地都溶完雪後 整地都是沙 它要另外再叫車來掃走的沙 否則沖下雨水渠 都很麻煩 今天又加 厲害 16.9 16已經去到 沖上燈 因為我看到倒數已經去到321 我看著數字 如果我不加速的話 可能要急停 旁邊那輛Pick-up truck的音樂很大聲 我聽到突然有雜音音音 難道我開了收音機 我發覺是旁邊開音樂 其實不知從何時開始 已經從來不會凡機 可能你只是年輕時喜歡凡機 對我來說就是 對我現在來說 車上的音響 我是很少開 就算聽三音機 你會聽正常細細聲音的音量 不會凡機 所以車內裝了甚麼音響 對我來說是沒有關係 有些買車的時候 送Harmond Kardon的音響 或者Bose的音響 對我來說是沒有關係 是的有個網友報料 他說Tesmo的咖啡 Capsule有地方減價2元 2元一包 我相信差不多到期 視乎你家裡飲用的情況 說真的咖啡過了一兩個月 有甚麼所謂 視乎你家裡可以飲用多少 不過都難的 你去到的時候很多時候都賣光的 不過網友有心就報一報料 大家理住那一頭的 哎呀它報哪一道呢 忘記了 不知是Kennedy 和Sherbert 好像是嗎 我忘記了 不過我相信我們暫時不喝得那麼多 因為上次我都在Lowfuse買了很多 那時是6元左右 我買了很多 所以喝不及 提一提大家 都歡迎網友 有些很有心的 自己見到 那便留個言 雖然都是有時限性 沒有甚麼所謂 時限性都沒有甚麼所謂 很多東西都是這樣的 不是整天的 減價或是甚麼 你遷就時間就去買 看見這部份的火車天橋的project 已經是去到都很尾聲的 大部份的結構都已經做好了 但這一個工程 累到這裏兩邊 即是一邊 或者兩邊都有的 餐館業做生意的人 真是好叫苦連天 因為太大的工程 令到交通濕塞 好像現在正在塞 很多人都避開了這一段 不過來 甚至想找路進去 都有點困難 怎樣捐進去那間店 哪裏能進去 加上一個疫情 令到有很多餐館 都是開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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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 都已經比較隔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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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知道,你租了鋪位才知道原來有個工程會挖路 再來一個疫情,真是一個晴天霹靂 我們由剛才雙航線,兩條線到現在收窄變成一條 再加上前面近一點的紅綠燈 令到這裏的交通短短短 待會再轉進去看 還未到繁忙時間,已經很塞車 讓我塞一塞,終於過了關口 有記得當時有網友說 這裏其實那間酒樓皇家御宴都OK的 我說是呀,我知道OK的 不過我不喜歡那個帶位 自己記錄下了那些號碼位 給那些熟客,可以打尖裸位 我不喜歡而已 搞了一輪之後,網友說不是啦,你給個機會,試一試 我說也好,試完之後其實那些東西是OK的 我都沒有投訴,我沒有說那些東西是好吃的 上次有個鮑魚海參那些,十幾元 但那些東西是美的,好吃的 喝茶都開心的 但到最後發覺原來開了一段很短時間 又倒閉了 現在又封了,又沒有做了 我想其實可能集團覺得還有些貨 農曆新年做完它 做完它之後,這樣才close 整個餐館業是挺受門口的塞車影響 對,很大影響 沒辦法,好像很多人過來都是去超市買東西 我現在先繞過去 有些少少說說 那天,只說 那天我大家姐就出來和麥喝茶 現在這樣,我就嘗試用我這個空前夾著鏡頭 到底有多睡,有多搖呢 我不知道 大嘗試拍一段給大家看看 可能亦妨得很緊要 但它本身的防震功能能不能夠防到這麼嚴重 不理它在那裡搖呢 我不知道 進來購物買東西 其實最好你都要自攜購物袋 如果你沒有購物袋 以前有些盒是供應在外面的 你拿那些盒都可以 但現在沒有盒供應 你要靠自攜購物袋 我今天有個命令 大小姐想我買這個 以色列友 還有買高麗菜 買媽媽瓜 讓我看看 以色列友 好 上次它講過的以色列友 是綠色的 很少會看到這樣的鏡頭 因為我兩隻手很空閒 很空閒 很空閒 這個好像是媽媽瓜 是的 先搞定媽媽瓜 以色列友 其實就未找到 好 先把鏡頭炒低 先把鏡頭放鬆一點 太緊 是的 這個角度就正確 了 媽媽瓜 通常大小姐會喜歡 打成熔 然後就當成糊 這個購物袋 這麼神奇 搞定 哪個漂亮呢 其實我不會選 差不多 不太大 不太細就行 其實這個是不是高麗菜 高麗菜 是不是高麗菜 我想是吧 買個細小的回去就行 以色列友 就找不到 高麗菜 跟著媽媽瓜 好嗎 嗯 買幾條椒給媽媽 她好喜歡吃椒 五毛九一磅 沒辦法了 這個所謂的 這個叫做 以色列友 是的 以色列友這個樣子 可能真的很思神 搞不定 這麼多人在這裏買麵包 做完這個購物之後 嘗試離開這個現場線 至於鏡頭有多震 有多震 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震到 因為你要視乎 那條帶 豁著胸口 綁得緊不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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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扯了 綁得緊不緊 你也偷不到氣 是吧 可想言之 我們一會嘗試 走過那邊看看 現在我作為少少步行的拍攝 這個步行的拍攝就是 我兩隻手很空閒 你見到我兩隻手很空閒 既然這麼空閒的時候 其實有什麼用呢 其實就沒什麼用的 因為跟我拿著這部機 是好像沒有什麼分別的 但只不過 教官高低 只不過身行 玩不同的東西 手在這裏 這是一個很主觀的角度 隨著儲章 和大家周圍走 周圍走的時候 再加上一個防風咪 得出什麼效果呢 到底會不會是好的呢 不知道 所以我就在這裏 我再將胸口那條橡筋帶 再收緊一點點 希望搖動不太厲害 看到三連書點 得福點心王 很多人都介紹過 得福點心王 我又沒有刻意去拍 因為應該是當酒樓 酒樓好像是點心 然後有牙醫診所 不要忘記 現在我沒有開到攝影機 我只是純粹夾起胸口 好像一大字形 一幾條帶 就勒緊在胸口那裏 我就隨手插袋 一邊走一邊走 似乎西人想拿點東西 看到這裏有些赤軌 接著有個熱帶 有暖爐放在路邊 但都頗大投資 這些暖爐很貴 而且很seasonal 我們感覺到夏天 其實都開始 知道的繼月份 其實都開始來了 大家都會開心一點 看到夏天 接著過來的 不知道什麼火鍋 六龍鳳餅家 不是啊 是個大字來的 大龍鳳餅家 再過去的 嘩!很多都請人 飲品 這些燒牛肉的東西 你看我很少拍的 火鍋、燒烤的東西 我很少拍的 因為覺得 不知道 不是我的Style 是否有一個接受的程度 一直徒步走 這是一個測試 看看震不震 有幾震 是否一個接受的程度 北方小抄 看羊將諸題 看羊將諸題 好 一個還回 拍一拍 好了 大家告訴我 這個鏡頭這樣 大家接不接受到 是否震到 震到貓王 收音又好不動 其實這是現在用有線麥克風 來的 逃手行 我覺得 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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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街 人家看到 好 又怪鬼的 你心口夾不住手機 但如果行山 就好像幾好 行山的手有空 萬一有什麼線到 手都有空 可以扶住 好 影片嘗試拍到這裏